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金 这两年可能是因为一些疫情的原因吧 然后互联网就是大家接受的比较多 像各种APP都比较火 有些明星带货呀 网红带货呀 然后等等 反正就是一刷就是各种卖东西的 因为我这两年还没有回去 然后是我妹是在郑州开了一个钢琴工作室 比较忙 然后回家的次数也比较少 我弟呢是上大学 然后除了寒暑假在家嘛 平常一家都也没人 我姐嘛结婚嘛 在家就是在工作也要照顾孩子 可能两三天呢回家一趟 然后看看爸爸妈妈 就是看妈妈 因为我爸现在也是在外地工作的 就我妈自己在家比较无聊嘛 之前呢我妈用手机的用途就是 带电话 视频 然后逗个地主 这个是电话的所有功能 但是这两年你看 疫情 动不动不是就让在家嘛 就是闭关 然后闭关 无聊 又不能经常跟小伙伴啊 那个七大姑八大姨去约了 那咋办呢 无聊啊 光看电视 但是也烦呢 有时候我在屋里躺着 床上干啥 没事干呢 最后怎么着 就让我弟儿还是我妹 教会她就是刷这个 某音啊什么的 尤其是自从我做这个自媒体之后 然后她有时候也要看我的视频 所以说呢 她就这两年开始啊 就从这一年吧 今年她这个 手机玩的就比较溜的 就是刷 刷爆各大支部间 尤其是像我妈妈这个年龄 加近六十岁了 就比较喜欢那种乡村底财 然后就是卖财人士的一些账号 然后她经常就蹲地儿 比我洋气 我这个 我是那个最近这两个月 开始没事就刷那种带货的那些直播间吧 之前是没有的 顶多就是刷抖音啊 看看这种事情打发一下时间 然后是我妈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 故事听说 她在说谁谁谁家好惨呢 然后她在那边买了点东西 对人家支持一下 然后我说你刷她谁 然后我看了看 我的天哪 百万粉丝的一个博主啊 我说妈 你打住吧 人家一个小指头动一动 都比你的钱多 然后她说不东西不贵的 然后都是九块九包邮的 然后我说九百 你当天刷了几个 他们买了挺多个的 然后我说那你加起来 那也得有大几百吧 然后她就笑笑不语 然后是前几天吧 我妈就是我弟儿 他们吵架了 我说怎么回事啊 我弟儿这是一个青春期叛逆了 然后一问才知道 我妈就是在那种某些直播间 就是卖财人式的直播间 买了那种乱七乱八的那种什么 洗衣液 洗洁 这种洗护的用品 然后我弟儿说全都是三五产品 然后就是 就是特 就是她说用一次手都特别干 说长期用这些东西的话 毕竟这些盘子也什么的 都是还有衣服都是天使穿的 吃到嘴里头的 就让我妈不用买了 但是我妈啥不如吃啊 就说好好好答应的好好的 但是还是该买 最后家里边啊好多这些东西 然后我弟儿又生气了 趁她不在的时候 把这些东西全都扔出去 扔到垃圾桶里了 然后我妈就在家里头 就哭呀 说哎呀我年龄大了 你们都不尊重我了 怎么回 反正就是哭了挺伤心的 然后我本来也想说我妈两句 但是我一说我妈肯定更上头了 最后呢就是让我姐啊我妹啊 她们抽个时间回家安抚了一下 我妈给她们讲了一些这个问题 这个事情才解决了 但是我突然发现 我也被割韭菜了 我不管说我妈的事 我自己在国外都被割韭菜了 虽然我不刷直播间那种带户的啊 但是难免有广告卖货 你知道我是被什么割韭菜了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啊 虽然这些东西在国内的 但是他老也都在一朗 在土耳其 一割到鹅韭菜了 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别笑了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个大家 说你们有没有跟着商当 这个是什么那个盐医代言的 当时就是说什么去眼袋 然后什么去黑眼熬什么的 我最近这两年不是老是熬夜吗 有这个眼袋 然后我说那我买一个比较适合我 结果嘞 买完之后 这一瓶 这是第二瓶了 第一瓶已经用完了 总共买了三瓶 没用 然后当时你看我这种 我自己以为我很聪明啊 我是绝对不上当啊 但是架不住天天广告 这有预算 关系他请的是明星代言的 想着明星赚那么多钱 不可能这么没有底线 是不是带一些这种 效果不怎么好的产品呢 对不对 然后结果 架不住明星效应 我们买了 这是 这是我哥的 这是第一个韭菜 然后第二个韭菜更纯 这个 你们有没有买 因为这两年不是一直在 滞留在国外嘛 然后再加上那个 之前不是说嘛 嗯 疫情的原因 赔了好多钱 压力太大了 就突然 整夜整夜的那段时间失眠嘛 然后睡不好觉 再加上现在熬夜嘛 就长了有二三十根 那个白头发 这个说是主治白头发 当时我是看着说 哎 那个中医调理都调理不好 那怎么喷两下就好了 是不是 但是啊 他们每天给我推呀 三天两天给我推呀 每天十遍推呀 然后一想 这钱也不多呀 咱就大不了买个教训嘛 结果 人家说像像头发 白头发比较少的 喷一瓶两瓶 就欧了 我这是第二瓶已经 喷到快见底了 我还买了五瓶 没用啊 我是 看看 这个互联网多强大 不小心 我就被割了两串韭菜了 那何况是在 国内的亲们嘛 然后动不动的 你想 尤其是一些 没有子女身边 我家的孩子还算比较多 相对来说 已经比其他家庭好多 虽然我在国外 现在 但是家里边四个孩子 三个孩子 结果 反正再说也比其他家庭的要好 我都感觉这个 你看 年轻人都能说 何况是老人呢 尤其是之前 人家不是说 那个安公玩好吗 因为我自己 不是 就是 建的有自己的圈子嘛 在自己的微信圈 卖了一些 小特产什么东西的话 然后就是听到我们朋友 就说那个安公玩好 刚好我有朋友 就是买那些朝鲜的 我就给我妈买了 就是说 遇到紧急情况下 可以吃嘛 结果就是啥 刚开始买的时候 它不上回事啊 结果 我妈就是在外边说 我闺女给我买了这个东西 然后一个邻居阿姨 她那个丈夫不是去世 好像就是因为脑梗吧 然后我去世前 那个医生 就让他们看这个药嘛 那个药其实还是挺贵的嘛 然后就是 但是效果是 对中风这一块的话 可能就比较好 然后她说 哎呀你姑娘太厉害了 你找这药怎么怎么样 然后刚好她又去我们家 他们过来的诊所 然后她那个脸色 最近确实是比较好一些 然后人家人家也夸了 哎呀你这个气色 因为我妈前几年有病 都下病危通知书了 还抢救过 所以说脸色就这几年 一直没恢复啊 哎今年的时候脸色好看 她说哎你这脸色怎么好 所以我过去过买了这个 然后那个诊所医生说 哎呀这个都好东西好东西 然后我妈就开始说 你看自从你过买完这东西 我也感冒了 这幸亏是我跟我妈买的东西 如果要是像别人敢 别人买的话 我就感觉我妈又被洗脑了 所以啊再就是说 嗯 独生子女的家庭啊 或者是经常在外 真的要时常的跟老人沟通一下 了解一下自新动态 不然的话 就被割韭菜是防不胜防啊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落到这里了 反正是我是疾管了 无论如何 今年尽量努力多赚点钱 明年说啥 都要回国一趟了 太久太久了 这期就分享到这里了 我是小金 记得关注我 一定要关爱父母 多多沟通 如果有特殊研 不能回家像我这样的 咱们一定要天天跟家人的打电话 报个平安 然后时间多的话 跟父母多沟通 好了 就到这里吧 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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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